为什么朱棣放弃六朝古都南京,而偏偏选择迁都北京呢?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,国都定在哪里是很重要的,古人迷信风水、龙脉,一个国都的建立,是经过几代人共同商讨完成的,绝非一个念头就实现的。 一、梁京志的政治模板,朱元璋即位后就有迁都的想法,他认为南京不祥,决定令泽地建都。 首先,定都南京的王朝大都短命,这时你不服还真不行,有的事情就是这么写行。 其次,南京皇宫是填海造成的,地势走向有为风水,不祥,西周有梁京志。 参考这个政治模板,朱元璋享用两个国都,他提出要在四个地方选,这四个地方分别是凤阳、关中、洛阳、开封。 凤阳是朱元璋的老家,也是他心中的首选,但据说也因风水不好而放弃。 关中这个地方,自古就是华夏文明发源地,是真正的中国,皇帝、炎帝都曾居住于此。 当时项羽王关中,刘邦还很生气,觉得这个充满王气的地方,不应该被关羽霸占着。 朱元璋派朱镖去查看,朱镖回来说了两个字,风水,因为朱元璋离信,所以就没迁都凤阳,北京市朱元璋一开始就提议要迁都的地方。 一方面北京市元大都所在,一朝被灭后,另一朝独想在此基础上进行统治,一方面有利于控制北方,再者可以震慑蒙古。 为了这些目的,朱元璋让三个儿子镇守北京,设立三藩,其中就有野心勃勃的朱棣,后来群臣说元朝在此灭国,不祥,所以迁都没能成行,然而镇守三藩实际上已经是预备迁都的政治行为了,或者说是两精致的政治模板。 二,静难之意让朱棣在南京混不下去了,朱棣为了巩固政权,屠杀了很多建文帝朝的人,引起了南方势力的反弹,失去了南方士族的拥护。 朱棣的根据地在北京,在北京他也会受到拥戴,而在南京他感受到的不是拥护,而是危险,这种危险的气息让他睡不着觉,所有他比他老子更渴望赶紧收拾东西回北京根据地。 三,北京的地理位置极其重要,使中国有力的屏障,一个国家定督首先考虑的是安全问题。 在古代,各省市经济发展严重不均衡,有的省市会有比较多的外地入侵,游牧民族时不时来掠夺一番,政治比较动荡,老百姓生活也不太平,经济发展就缓慢,有的省市有天然屏障,偏安易于,生产力就会得到大力发展。 在这一点上,北京得天独厚,即使从战略位置来考虑,当时的北平也比陕西,山西优越很多,这两个地方一个靠近土繁,一个靠近葫芦,都不安全。 而当时的北平三面环山,地理位置十分优越。 四,平衡南方势力。 建文帝一招南方势力很大,朝鸡都被南方士族把持着,而北方政治比较薄弱, 先督北京可以平衡各派势力,防止一方做大,东上所述,定督北京,是明朝统治者经过理性思考后的选择,在当时也具有积极进步的历史意义。 同时,当时的北平时的南方势力,也是很厉害,在当时的北平时的北平时的北平,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